欢迎回到吉隆新闻现场 市营运两个礼拜的一家火锅店间正式开幕 开幕当天结合了公益活动 邀请仁爱之家以及永康里的爷爷奶奶 享用火锅美食 让老人家相当开心 全国连锁的千叶火锅 在市营运两个礼拜后正式开幕 结合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对目前我们基隆千叶火锅 我筹备已经大概将近快八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真的经过很多波折 那现在终于顺利开幕 那在这段期间 就是说很感谢地方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让我们有很好的生意 那我们也希望说 以后基隆人像说吃饭聚餐 不见得一定都要跑到台北县市去用餐 我们在基隆也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 给当地的居民来享用 那也希望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也特地邀请了仁爱之家的老人家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固定在每年都做一些慈善的 就是为我们社会尽一点力量 受到邀请前来的仁爱之家爷爷奶奶很感动 感谢千叶火锅店 来敲烊大家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千叶火锅 还有我们基隆凤凰狮诗子会 给我们仁爱之家的老人家这个机会 能够来这个这么有名的火锅店 千叶火锅来享用这个享食美宴 非常谢谢大家 基隆凤凰狮诗子会的成员也都到场帮忙 女市议员何淑萍都相当肯定业者的做法 从阳节的前夕也是那个敬老节 那非常感谢千叶餐厅的董事长 还有仁爱之家这些老人家 能够让我们基隆凤凰狮诗子会有一个社会服务的机会 他今天开幕的期间特地邀请我们仁爱之家的这些老人 在敬老节前夕 然后请他们吃一顿大餐 那这里的菜色呢非常的新鲜 而且非常的很多很齐全 所以说也欢迎我们基隆市民能够一起来来这里享用 业者指出二楼的铁板熟设备也都开始营运 未来将提供更多的选择给消费者 同时不定期推出公益活动 回馈社会也带动商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